好 郭台銘說 因為民進黨有最大派系反對 蔡英文也得妥協 講了什麼 就是那個疫苗進來不進來 我認為郭台銘講的話 也不見得完全正確 蔡英文還是總統 你還是大老闆 大小姐 你決定就決定 不要推給派系 我覺得郭台銘 這也是幫蔡英文緩夾一下 其實也不能完全怪他 因為那個派系就反對 等等等等 蔡英文真的要做什麼事情 派系反對得了嗎 好 那麼另外蔡英文最近 在臉書說他沒有回應黨疫苗 所以陳建仁的百日 網友已經百日了 網友不滿 說大小姐你醒了 最近網路上都在笑他 都在笑蔡英文大小姐 另外蔡政府說沒有卡疫苗 但是沒有回答到問題上面 臉書的粉專說他自打臉 臉自把自己打腫了 郭仲亮說蔡英文是 被迫讓步 為什麼 並不是因為新潮流派系 而是因為正言法師 到最後正言法師說 你怎麼都可以不來救急 小孩都沒有疫苗了 少年都沒有疫苗了 所以民進黨政府受不了壓力 才同意的 然後另外賴清德說 我不很清楚 聽完 柯晉美來報告一下 這怎麼回事 聽完就說真理越變越明 那什麼意思 什麼叫真理越變越明 第一個 柯晉美到底怎麼報告的 第二個報告內容是什麼 另外 到底李大維有沒有幫大小姐 傳話去擋BNT 71.6%的網友 這個一評的民調 相信郭台銘 我講我也相信郭台銘 這件事情 這個不是編出來的 而且當時 是大家記憶猶新 對不對 那個時候 台灣缺疫苗 你沒有疫苗 然後好不容易日本什麼 這些國家捐一點AZ 因為日本人不打AZ 所以你捐得AZ 我們就感恩戴德 蔡英文也感謝波羅迪特 三小國 感謝日本 感謝這個 感謝那個 就沒有感謝台積電 沒有感謝鴻海 沒有感謝磁劑 這很奇怪 這三個才你真正要感謝的 通通不感謝 然後大家記得那個時候 因為疫苗進不來 大家很急 然後才說好吧 既然BNT來就讓BNT進來 民進黨就擋 民進黨就沒有讓她進來 才扯了一個多元 這個事情 大家那麼容易就忘掉嗎 博弈 我覺得用大小姐稱呼蔡英文 不夠精準 要千金大小姐 要多加兩個字 她從小大家都知道 她的家境很好 開著名車 吃著法國的料理 包括還要請到她的御廚 到她的官邸來做菜等等 所以對於蔡英文的人生而言 之前一開始都是非常順遂 甚至是幾乎沒有吃過什麼苦頭 所以我相信 教育瑜我原來也都知道 內部到底有沒有大小姐的稱呼 來稱呼蔡英文 我相信 我不知道 所以還沒想起 我們是有聽說過 不過沒關係 重點並不是大小姐這個問題 而是重點是 蔡英文到底有沒有 請李大維來轉答 想要郭董不要去擺疫苗這個事情 這才是重點 這重點到底是真是假 我不曉得誰說謊 但是最基本的 我覺得可以先去調出 2021年6月17號的通聯記錄吧 看至少有沒有李大維打電話 給郭台銘的通聯記錄 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往下繼續調查 如果沒有 那就可以證明是 郭台銘 郭董說謊 這點很好做 我不曉得為什麼蔡政府 不曉得為什麼李大維 不做這個動作 很奇怪 再來第二個 我覺得更怪的是 王必勝的回答 我覺得非常有趣 之前這事情為什麼會爆發出來 是因為流露出了一張 郭台銘 郭董的電郵 大家都針對內容各自解讀 但是這個內容裡面 王必勝在當天晚上 發了一篇臉書的文來替 不管是蔡英文李大維來背書 那個文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王必勝他證實了 郭董的BNT郵件是真的 表示這封信裡面 說的內容都是真的 第二點 王必勝認為李大維是無辜的 因為他沒有與郭董通過電話 所以就沒有講過 蔡英文是大小姐擋疫苗的事情 但是第三點 我認為是最重要的 也是大家可能忽略到了 就是王必勝在整封 他的FB的內容裡面 只講了一句話 就說蔡政府沒有擋疫苗 但是卻完全沒有否認 蔡政府想用獨立的台灣政府 來簽約這個事情 沒有 他就說蔡政府沒有擋疫苗 但是蔡政府想用什麼心態 什麼名稱來簽疫苗 他完全不敢提 這種做法代表什麼意思 我認為很有貓膩在 雖然不敢說沒有這件事情 但是他不敢承認有這個事情 是否就代表了默認 的確蔡政府想用台灣 獨立政府的名義 來做簽署合約這個動作 王必勝必須要講清楚說明白 王必勝為了搶公真功勞 想要表現 當天晚上很快的發文 但是在他的對話當中 卻顯示出來了 蔡政府有很大的問題在裡面 而最後 郭董跟李大維 還有蔡英文到底誰說謊 我覺得從王必勝的這份回溫裡面 我覺得民眾自己心裡會有一把尺 誰對誰錯應該很明白了 家喻顯然沒有進入核心這樣 所以我也不知道蔡英文叫大小姐 我也跟她不親近也不核心 人家是核心才比較這種叫法 那妳怎麼叫 我都叫總統 小英總統 不可能叫大小姐的 有沒有人妳也不知道 這可能是下屬 或者是我不知道 就是一般不會這樣稱呼 那當然有這樣子的稱呼 我覺得這樣子的稱呼傳出來 我覺得對小英總統來講 也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私下有這樣有點就是 有點刻意就是 我覺得這不是很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也認為李大維 不會這樣去稱呼小英總統 也是要講 也是講總統怎麼叫他大小姐 那李大維感覺也怪怪的 所以當然李大維會否認 但是我必須說整個過程中 當然總統府有把整個時序公佈出來 當初政府其實衛福部 也跟BNT的總公司也簽約了 要買採購這個疫苗 只是後來關於新聞稿裡面 我國改成台灣這件事情 之後這個BNT總公司就已讀不回 然後說現在因為騎乘等等的 數量不夠 所以沒有辦法出貨 所以導致這件事情就無疾而終 後來郭董他願意來幫台灣 去採購疫苗等等 我想他的用心 包括慈濟 台積電 當時我們所有人都是非常感謝 一直到今天 但是現在回去還原整個過程 變成一個羅生門的時候 而且變成互推責任 我覺得這個美事 好像突然又變成了 有一點政治的風暴在裡面 更何況今天也傳出來 郭董當時還寫了一封信 而這封信還沒有寄出 但是郭董自己寫的等等 當然因為郭董現在想要爭取 國民黨的總統的黨內提名 所以在整個過程中 需要一些升量或是當時的 疫苗的這些狀況 但是我覺得現在拿來做一些 政治上的攻擊 或者是這樣子的一個指控 我覺得某種程度 大家也會覺得政治的因素比較多 好不好 大小姐到底是怎樣 我們看看 也沒有任何大小姐的關係或是什麼 您這邊可能是指蔡總統是不是 那我們並沒有接到 我不知道 郭台銘聲聲講說 秘書長打給他說大小姐不要買啊 秘書長 這些不小心就說出大小姐的 廬山真面目嗎 紅海狀辦人郭台銘爆料 自己被阻擋買疫苗 背後是大小姐的意思 那可能就是有人私底下的 會去講大小姐 我們哪會去講什麼大小姐 我看到了嘛 總統好 他就好開心啊 你去跟他打大小姐 講大小姐 他可以巴了我的大小姐 和小英接觸多的英系列尾 強調自己沒這樣 其他人也是三肩其口 或許真的也不好說 那就交給谷歌 維基百科大小姐住姐 只富裕家庭出身的女子 一般給人談吐有理 舉止優雅的刻板印象 有時微諷刺與 只有公主病的女性 最了解主要還是因為 跟蔡總統家庭背景 再加上她從政 是從政務官身份出發 比較習慣說話給人聽 因此綠營明代幕僚 私下就這樣戲稱 疫苗攻防戰意外曝光 總統的擬權 藍軒小姐 我是小小姐 這個大小姐坦白講 我覺得這一次 郭台銘講這個東西 我覺得她的兩個引爆點 一個就是有關於疫苗 到底怎麼樣 另外一個坦白講 我覺得是大小姐 因為我也相信對於蔡英文 我相信如果是她聽到說 這個大小姐怎麼樣 她一定也不高興 只是說你說是不是第一次聽到 你要問我 我不是第一次聽到 我在這個之前 我就有聽到說民進黨內 尤其在立法院的那一些人 就是比較五湖四海的那些人 不會在蔡英文面前說大小姐 一定是蔡英文面前說大小姐 大小姐不高興了或怎麼樣 就會用這種方式去講她 但你說李大維會不會這樣講 我倒有一點點純疑 因為李大維她是外交官出身 她跟蔡英文有沒有熟到這種程度 會不會用這種口氣以後去講 她做過總統府秘書長 對 我說他們熟 但是李大維的個性 會不會用大小姐去講她 蔡英文的兩岸 常常跟李大維討論的 對 我的意思說 她會不會轉述的時候 用這樣的一個比較那麼輕膩的 或是甚至有一點點 輕蔑的口氣去說大小姐 我是不知道 但我聽過其他的 就是民進黨比較資深的 老鳥的這些人 他們會用大小姐去形容蔡英文 所以我覺得對於這件事情 要否認 當然這部分也要一定否認 就怎麼會是一個大小姐 說還是 而且她這個是大小姐說 還是不要買 所以意思就代表說 曾經有說要買 還是不要買 它就代表是一個反反覆覆 所以我覺得這個畫裡面 值得推敲的地方 真的是還滿多的 就是說對於蔡英文來說 她可能也要去想想 為什麼別人會 不在她面前的時候 會用大小姐這個字眼去形容她 再一個就是說 她的反反覆覆是一個實情 然後討論到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事情 我坦白講 我覺得這個事情本來就是選舉 這個選舉是在於說 對於郭台銘來說 她知道她這一波能夠再起來 得到大家的信任 就是因為疫苗 所以她怎麼不去談 這個她在國內面前最大的攻擊 她當然要再講一遍 只是說在這樣的講一遍的過程當中 你想要再否認一遍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有點點話舌添足了 因為就像剛剛最近講的 2021年不遠 兩年多前 她是在我們眼前上演 上演就是說好 她非得要私人不能買 一定要政府出面 這個我們都知道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郭台銘要去拜託政府 政府沒有主動也是一個事實嗎 政府一路被動 一路被動 一路被動 被動到郭台銘 而且還只有郭台銘還不行 要拉進台積電 要拉進瓷濟 這都是在我們眼前上演的事情 要什麼原廠證明也是上演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個時候民進黨 用那麼大的震盪去否認這件事情 連我們的衛福不信任的部長 王必勝什麼 都要再否認一次 我真的覺得這才叫做演戲 不過我覺得民進黨現在 你看這個吊詭在哪裡 民進黨現在說我沒有黨 有沒有 我沒有黨 她是沒有黨 為什麼 所以黨是說你要進來 我不給你進來 她沒有 她沒有幫助 懂我意思 因為這個事情 非要政府背書才可以 否則的話 將來疫苗發生的事情 沒有人可以賠得起 因為他是用EUA緊急授權的 所以原廠不是只有BNT 所有的莫德納 所有這些廠都要政府出門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給你正式的 三期報告 所以這個手續沒有完成 你非要跟我買 你既然非要跟我買 責任你付 他其實這個意思 責任我要廠不付 如果政府不付 我個人也付不了 你郭台銘也付不起 也付不了 只有政府出面 真的有發事情 政府要賠 所以才要拜託你政府 幫我背書 我現在就不幫你背書 我就會拖 你說我沒有黨 我沒黨 但是我有沒有因此幫助你 我沒有幫助 這就是黨了 這從某一個角度 他就是黨了 但你錯了 你看到他們的 我從事後來 然後會不會 才來 你陪我